大家好 到了9月份 这个鸭甲木也是开始慢慢的恢复快速生长 那么很多花油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给这个鸭甲木增湿肥料 增加光照增加胶水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急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大量的湿肥胶水光照的话 反而会影响到鸭甲木正常的生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鸭甲木经过这个延热的夏季之后 这个根系还没有恢复生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养好鸭甲木 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撞一下它的根 才能让它正常的生长 那么具体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制作一些撞根水 那么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只是要一克的这个红糖 这个红糖就是我们平时厨房用的一些 煮菜用的红糖 然后加入到1000毫升的清水中 然后再用这个灵酸二青甲 因为灵酸二青甲它是一种高磷高甲的肥料 它强壮植物的根系是非常有效的 它不单可以拿来出花 还可以拿来撞根 那么在这个1000毫升的红糖水里面 再加入一克的灵酸二青甲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那么经过这样调配 这就是撞根水 要给它浇灌 我们最好连续使用三次 五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 那么这样的话 鸭甲木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起来 我们使用了三次这个撞根水之后 再改用这个复合肥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鸭甲木更健康的生长 长出来的新叶新枝条更加的粗更加的大 那么这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养护压甲木的一些技巧 好了这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